谢霆锋和王妃这对情侣 年轻时候恋情的曝光就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而如今兜兜转转 俩人又再次走在了一起 可是让大家像是看偶像剧一样羡慕了 不过谢霆锋和王妃在一起后 却很少同框 更别提私下里的互动了 这也让大家一直都在猜测 俩人是不是已经分手了 在娱乐圈中的明星情侣这么多 不过要说最令人关注的 估计也就是风飞恋了吧 要知道 两人兜兜转转了之后 竟然还是走到了一起 虽然说王妃和谢霆锋在世纪复合之后 并没有结婚生子 但是看起来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十分的稳定 虽然偶尔也会被传出分手的传闻 但是过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大家也都看到 虽然说谢霆锋和王妃复合了也有这么久了 但是却很少看到两人同框的画面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两人才会隔三差五就被传出分手的消息 也许这对情侣太过于低调了吧 更是没有看到两人秀恩爱的场面 别说是秀恩爱了 光是能够看到两人同框就已经是十分的难得 关于谢霆锋和王妃分分合合的消息 也传得太多了 而且媒体也是对两人有着各种猜测 前不久还有传言称王妃一情别恋 已经跟谢霆锋分手的消息 对于这种分手传闻 两位当事人自然也是充而不闻 要知道 这一对情侣在娱乐圈中 也算是非常有性格的一对了 从来不公开秀恩爱 也从来都没有对恋情等问题有过任何的回应 4月6日 有媒体曝光了两个人没有分手的铁证 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同框的两个人 终于阔别已久再次同框现身 而且还高调秀了一波恩爱 闪下了众人 王妃还是一如既往的清冷模样 一身黑的装扮加上宽松的扩形 增加了整个人的孤冷和独特感 同时整身极简的设计风格 也让王妃身上的无性别穿搭尤为的高级 而身边的谢霆锋 一样的黑色装扮 更偏修闲装的风格 让她看上去更加的活力年轻了 头戴黑色的鸭舌帽 更凸显出了整个人的青春感 当天晚上 两个人与友人聚餐结束后 谢霆锋就直接牵着女友王妃的手 霸道总裁范十足 丝毫没有因为两个人 以经年到中年而有尴尬的气氛 反而将恩爱进行到底 撒了一波狗粮 两个人像刚热恋的情侣一样 甜甜蜜蜜地走出来 即便两个人的感情线 甚至比新一届的网友年纪都大 但是并不影响她们如初恋般互动 而王妃 那个时候还是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 白色的上衣搭配浅色牛仔裤 让整个人看上去年轻阳光极了 加上高扎的马尾辩 更多了不少的青春感 这样的王妃 满脸的笑容 就像是一个普通的陷入热恋的小女生一样 和现在的高伦感可是完全不一样 这么恩爱的举动 也彻底把两个人分手的传闻击碎 这次两个人现身 王妃并没有带前几次聚会的那位小哥 显然两个人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谢霆锋才是真爱 牵手的画面 让人有种穿越的感觉 当年两个人刚热恋时 也是这么大大方方牵手的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王妃和谢霆锋自从复合后 现在也已经是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两人交往了这么长的时间 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也算是老夫老妻了 如今看到两人在公开场合秀恩爱 还真是让人吃了好大一把狗粮啊 果然不秀恩爱的人 秀起恩爱的时候总是那么的让人猝不及防 两人之间的感情依旧是那么好 这一点似乎从来都没有变过 不过最令人关注的并不是谢霆锋和王妃同框 大家确实把焦点放在了两人亲手的姿势上 看到王妃与谢霆锋亲手的姿势 让不少网友都觉得似曾相识 而且看到两人亲手的姿势 更是证实了两人的感情好着呢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看到照片中的王妃和谢霆锋 这牵手的姿势 可是跟21年前世纪牵手的姿势一样 这么多年来 没想到两人都没有变过 两个人着急回家 离开时都是一步三回头与有人回首告别 但全程双方都紧紧地牵着对方的手 似乎生怕对方会跑掉一样 到了车前 谢霆锋拉开车门 本想让女友先上车 但对方还忙着与好友道别 她就先上去了 之后王妃跟着上车 车没有去往下一去回地 而是直接开往两个人的爱巢 应该也是小别圣新婚 回家过二人世界了 去年传出王妃与谢霆锋分手 练上了小鲜肉的消息 甚至还指南方已经与张伯之附和 但就现在这种实锤照片辟谣的方式 也立正两人感情毫无问题 其实谢霆锋最近一直都住在两个人的爱巢里 另外 还有网友爆料 王妃与他一起接种疫苗的事情 也是积极响应号召 不知不觉中 王妃和谢霆锋的这段恋情 如今都已经是在娱乐圈流传了二十多年了 但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是隔了这么多年 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是那么好 王妃虽然已经五十二岁了 但是整个人的状态 可是一点没有老太的疲惫感 加上谈恋爱后 整个人的气色反而更有了年轻的状态 加上不少的代言 让大家可以经常看到王妃出色的身影 而不久前 王妃更是为一款贵府级别的面霜代言 并拍摄了广告大片 在大片中 王妃一身黑色的皮衣 漆皮的面料让整件衣服的光泽感十分的明显 加上紧过身材的扩形 更增加了整个人的性感 王妃年轻的时候也是不可一世 十分的自信 看她的每一段采访和领奖的讲话 就可以知道她的霸气和嚣张 但是留着长发的她加上年轻的面孔 还是让王妃有不少的小女生的感觉 而如今彻底剪掉长发 留着俐落的短发的王妃 加上总是一身无性别的穿搭 让她更有了不少的特立独行感 王妃如今还是引领着潮流 这几年大火的中兴风 就是王妃带火的 如今过去了二十一年了 王妃和谢霆锋不光是感情没有变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连两人亲手的姿势 这么多年也都不曾变过 虽然这也只不过是一个亲手的姿势而已 但是通过这一点足以证明 两人之间的感情有多么的稳固 或许大家渴望的爱情也不过如此吧 在看到王妃谢霆锋 重现经典牵手姿势的这一幕之后 还真是让人感触极深 看到两人同框秀恩爱的画面 让人觉得太甜了 相信有不少网友看到了这个画面之后 突然就又相信爱情了 看来王妃和谢霆锋 依旧是大家所羡慕的一对神仙眷侣啊